保护你自己 你能够保护自己 你就保护了他人 你保护他人 你就保护了你自己 有一次佛陀 告诉他的出家弟子们听 以下一个故事 有一次有两个傻把气的人 在竹竿顶端表演特技 有一天 师父对他的徒弟说 现在站在我的肩膀上 爬到竹竿顶端 当徒弟爬上去的时候 师父说 现在你好好保护我 我也都会保护你 我们彼此看着 我们才能够表演好我们的技巧 我们才能够以此获得好的收入 你也都才能够在竹竿顶上面 平安地下来 但是 但是徒弟说 不是呀师父 你呀师父 你要保护你自己 我也都要保护我自己 如此 我们两个自我保护 自我警戒 我们才能够安全地表演好我们的技艺 这是正确的方法 就是保护自己 佛陀又说 一个人如何保护自己 又能保护他人 反复和经常地收持禅观 就可以做到 佛陀又说 佛陀又说 如何一个人保护他人 又保护自己 用内心和欢容 用非暴虑和无害的慈悲生活 保护自己 就是保护他人 保护他人 就是保护自己 是 Sapitahana Samutah 第十九 经语 上述两句话 是彼此互保 而不能够分开的 现今 当人们大力强调社会服务的时候 人们倾向于 只引用佛陀第二句话 但是 任何片面的引用佛语 只是图然误解了 佛陀的怀疑 不要忘记 佛陀在这个故事中 是赞同那个造徒弟的 假使一个人 要想保护他人 而不受损害 首先 他要留心自己的脚步 如果他自己 都身陷于泥沼中 是不能够帮助他人 离开泥沼的 在这种意义下 自我保护 不是自私的 他是自我控制 论理和精神的自我开展 保护自己 就是保护他人 这句话的真实性 开始于很简单 和实用性的层次 就第一个物质层次而言 他是自己都可以明白的 不需要多说 明显地 保护自己的健康 就能够保护我们亲近的周遭 尤其是就有传染病的情况而言 我们一举一动 能够多加注意和慎重 我们就能够使他人 免于受我们的疏忽而受害 小心开车 戒走 在可能有暴力的情况下自制 在所有这些 或者很多其他方式之下 我们能够因为保护自己 而保护他人 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自我保护的伦理层次是什么 道德的自我保护 将能够安全地保护他人 个人 和社会 免于我们自己 不受抑制的激情 和自私冲动所害 假使我们允许三种毒根 即是贪 贞 贼 在我们内心牢牢不舍 则从此 岳根将会散播到寄广柔圆 犹如丛林里面的曼草 窒息了周遭的健康成长 假使我们保护自己 而降伏三毒的根 我们的同胞 也都会获得安全 而免于我们的老莽的佔有欲 和权力欲所伤害 而免于我们没有抑制的贪婪 和情欲所伤害 而免于我们的疾度和猜忌所伤害 他们将会安全 而免于我们的分裂性 破坏性 和谋杀所伤害 这些可以来自于我们突发的愤怒 我们所传播的敌对 和争执的气氛 这些都可以使我们周遭的生命 不能忍受 我们对别人的贪和亲 仲不限于我们贪真的对象 贪和真有感染力 其恶果是以倍数增加的 假使我们自己只想到贪取 和把持需求和佔有 紧紧地拿着和攀缘 这些我们都换起 和加强了他人身上所有的本能了 我们的坏榜样 将变成我们周遭行为的标准 我们的孩子和同事等等 都可能会学我们 我们的行为 引有他人追求我们 在贪欲上的满足 我们也都可能 换起别人的愤怒和竞争 使他们产生欲望 而想打败我们 假使我们充满了色欲 我们也都会点亮他人 欲念之火 我们的亲恨 会造成他人报复之心 我们也都可能联合他人 或者煽动他们 一起产生亲恨和敌意的行动 真的 贪和亲 好像传染病一样 假使我们能够保护自己 使我们免于这些恶根的传染 这样 我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 保护他人 wireless V slash